多謝朋友Bella在Youtube長哥的頻道 回應了我一些講法,提出來這樣問的 我們一起拿出來談談,她說長哥你好 是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吃生的呢? 你有沒有見過有些人是吃得越來越差的呢? 為什麼會越來越差?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我體質非常虛寒,喜歡那種氣血兩虛 嚴重的時候,吃番茄都會肚餓的 我知道可以用溫性的食物去調和 你的課程會不會教授寒底的人士如何實現食生呢? 如果參加你的課程之後,食生出現問題 你們會不會跟進的? 嗯,很多謝Bella提出 其實呢,我就馬上回應了 就是因為萬千個人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我去到大江南北,走運這麼多島 那些人都是這樣問的 不如我一次過又是回答一下大家 很有代表性的 你問我有沒有見過有些人吃生意 越來越差,當然有啦,越吃越差 因為你不會吃嘛 吃生意很容易,但吃生意都很容易吃得不理想的 還有你吃得理想,身體有反應 你以為越來越差,可能越來越好呢 一個短期內的排毒反應 譬如,或者你心理上有很多解決不到的問題 信心不足,那就會越來越差 你吃對了,一樣是身體不接受 那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越來越差的原因就是這些 你不應該這樣吃,或者不應該轉得這麼快 應該的意思就是,效果不好 你自己沒有信心,主要是這樣 沒有人指點你,沒有人一起做 是不容易的 你解釋就是,你自己的中醫說你氣血兩虛 體質好好虛寒,這樣 你要懂得吃,榴槤有幾寒,荔枝有幾寒 但不是叫你馬上吃榴槤,或者吃荔枝 可能你一樣受不了,熱的又不行,冷的又不行 那你知不知道做什麼叫溫性的食物 在坊間所流傳的那些,很多都是錯到來天漫長的 你要了解這些東西先 長哥已經只吃生意都錄了二百多條片 那你慢慢看,我書又寫了幾十本 那你慢慢看,之後是這樣 那你提到我的課程,當然會 什麼的體質,什麼的情況 怎麼開始要逐個每一位學員去跟他了解 還有我要拍檔提供一些醫學上面的援助 支援等等 營養師又要請他來,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面對面去問他 所以要搞這個課程,這個課程剛剛十年了 我很榮幸,我覺得很多人來了之後 生命那麼好,他們帶著很多的感激 大家都想長哥說多一點,開多一點 如果參加了你的課程,食生出現問題 你會不會跟進呢?當然會 就算你不參加食生的課程 你來跟長哥做一對一的療餘課 一直跟進到我或者你離開這個世界那一天 我們這個是無期限的承諾 我們食生課程,現在十年了 大把舊生的師兄師姐 我們時時都有聯絡的 他們有個群組,有什麼問題拿出來呢? 就大家一起談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說,食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在這樣的能力範圍之內 只可以提供這樣的支援 長哥有氣力的,有時間的,容許的 我就在這裡講多一點,做多一點直播 直播就好了,大家可以立刻提出來問我 立刻面對面回答你,好嗎? 多謝阿Bella 如果大家覺得長哥說的有價值的 傳給其他人看 我們一起過更加健康,更加慈悲 更加幸福的這一生 拜拜